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14日 星期六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近期 隨著美聯儲的更大幅度加息後 香港作為中共和美國抗衡的金融橋投保 受到了嚴重衝擊 中共的金融防線被突破 港媒最新消息說 香港金管局已經開始動用外匯儲備干預港元匯率 對此 觀察人士分析認為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是中美較量的焦點之一 如果中共真是攻打台灣 這樣香港將會直接被捲入金融風暴中心 據《香港經濟日報》5月13日報導 港元匯價長時間觸及7.85的藥方 兌換保證 根據聯繫匯率制度 香港金管局在美國交易時段 再接28.65億港元沽盤 向市場賣出美元 而這也是香港金管局一天之內 第三次出手入市買入港元 而在5月12日凌晨 香港金管局買入了15.86億港元 是近三年以來的首次 隨後當日下午 香港金管局再度入市買入40.82億港元 截至目前香港金管局三次累計買入了85.33億港元 預計香港銀行體系總結如將會在5月16日跌至3290.58億港元 近日美聯儲表示將會在6月1日開始以每個月475億美元的步伐縮表之後 緊接著香港金管局立即宣布將基本利率調升50個基點 而且立即生效 眾所周知每當美聯儲有動作香港就要跟隨 這樣源於香港目前實施的聯繫匯率制度 該制度開始實施於1983年 該制度將港元對美元的匯價定在7.8港元對1美元 如果匯價跌至7.75港元 即是反映港元需求減少 金管局就需要買入港元賣出美元以維持港元匯率 尤其是在北京當局強推港版《國安法》 美國實施制裁之後 加上疫情爆發 都令香港金融市場產生波動 資金出現大量外流 所以金管局需要動用外匯儲備來穩定市場 另外據報導 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日前透露 港府已經在為香港被踢出Sweet世界銀行金融系統做預案 以此應對一旦中共政府遭到類似西方國家 針對俄羅斯的嚴厲制裁 對此香港友善財經台前台長顏寶江透露 早在90年代中共接管香港之後 金管局就已經開始對各種金融危機做預備方案 其中包括港元和美元脫鉤 聯匯制度或者重新離定港元和美元的兌換水平 甚至是與人民幣掛鉤等一系列的應急選項 顏寶江還表示 至於香港被移出Sweet的風險 是2019年發生反送中事件後 北京當局才開始認真思考應對的方案 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後 美國政府制裁多名中港官員 隨後北京訂立反外國制裁法 而當年確實有討論過 香港是否會被禁止和美元掛鉤 甚至是被移出Sweet的可能性 顏寶江最後預測 唯一可能引發香港被踢出Sweet的重大事件 就是中共武力攻打台灣 到時歐美西方國家 將不得不犧牲經濟利益制裁中共政府 而香港也會因此被直接捲入金融海嘯的風暴眼 美國和東盟特別峰會5月12日在華盛頓開幕 今次會議被指 是自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來 美國政府再次聚焦中共威脅 據《法新社》報道 拜登在白宮接待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 意圖通過具體的合作項目 和重新審視的貿易窗議 展示美國在中共勢力滲透日益增長的情況下 美國對該地區的承諾 而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 美國政府已經確定 在國際舞台上的首要任務 是與中共政府的對抗性競爭 另外據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 川貝爾表示美國打算和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菲律賓、越南、柬埔寨、魯窩和文萊討論合作的領域 例如抗擊冠狀病毒等議題 本星期四 白宮宣布總額為1億5千萬美元的支持東南亞的新舉措 白宮官員說 由於在南中國海周邊水域 中共政府和越南和菲律賓等沿岸國家之間的爭端日益增加 因此將會有6千萬美元被用於海上安全 特別是防止非法捕獄 此外 白宮12號發表聲明表示 美國歡迎東盟國家領導人參加首次在華盛頓特區 和白宮舉行的歷史性的美國東盟特別峰會 以重申美國對東南亞的持久承諾 並強調美國東盟合作對確保安全、繁榮和尊重人權的重要性 目前全球多國持續支持烏克蘭 同時對俄羅斯的制裁持續進行 近日有消息說 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方向 將會直接針對普京的個人資產 甚至會對外界直接公開它的私人財產 消息一出 隨即引發熱議 根據《泰晤士報》報導 英國國際貿易大臣卓慧斯 近日在德國基爾舉行的七國集團外長會議上透露 必須確保普京在烏克蘭面臨失敗 使它得不到任何好處 並最終限制其進一步的侵略行為 而對俄羅斯的懲罰性制裁 應該持續到其軍隊完全撤出烏克蘭為止 厄金為止 英國已經制裁了一千多名 與普京政權有關的個人同一百個實體 包括總價值達到一千一百七十億英鎊的寡頭 英國日前宣布的進一步措施 是針對普京個人的金融網絡 包括它的前妻和表兄弟 對此英國外交部表示 新的制裁措施 針對的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家人和朋友 因為它用國家職位和財富 來回報對俄國政府的忠誠 根據官方可以查到的紀錄顯示 普京只擁有有限的資產 包括在聖彼得堡的一個小公寓 兩輛50年代的蘇聯時代的汽車 一輛拖車和一個小車庫 但外界據信 一個由普京家人、朋友 以及其選定的精英網絡 在名義上代表它個人持有財富和資產 英國國際貿易大臣卓惠斯 在一份聲明當中說 我們正在揭露和瞄準 支持普京車華生活方式的黑幕網絡 並加強對其核心圈子的控制 我們將會繼續對所有協助和教唆 普京侵略的人進行制裁 直到烏克蘭取得勝利 此外 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 博雷利13號表示 歐盟集團將會向烏克蘭 進一步提供5億歐元的軍事支持 它相信在未來幾天內可以達成協議 同意對俄羅斯石油實行禁運 博雷利在七國集團會議上也表示 軍事支持將會用於重型武器 譬如坦克和大炮 並將會使歐盟的援助總額 達到大約20億歐元 關於石油禁運問題 它說我們必須擺脫對俄羅斯的石油依賴 我確信我們將會達成一項協議 澳洲國防部13號指出 中共軍隊海王星號電子偵察船 在今月11號已經進入距離澳洲西岸的軍事設施 僅50海里的海域範圍 澳洲總理莫里森對此表示擔憂 據《路透社》報導 澳洲今月21號即將舉行國會大選 抵抗中共成為今次選戰當中的中心焦點 澳洲國防部13號聲明指出 一艘中共軍方海王星號電子偵察船 在今月6號進入澳洲經濟海域 11號已經進入距離澳洲西岸 高度機密軍事設施僅50海里的海域 對此澳洲總理莫里森表示 雖然中共軍方的船艦並未進入澳洲領海 但中共軍事船艦出沒在澳洲西岸海域 十分令人擔憂 莫里森說 這個明顯是一艘收集情報的船艦 他們正在觀察我們 我們也將會緊釘著他們 考慮到中共政府對澳洲的脅迫和攻擊來看 我們當然不相信這艘船是來建構有兒童橋樑的 報道還指出澳洲軍方已經緊釘並追蹤 這艘專門收集軍事情報的共軍偵察船 已經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了 該艘共軍偵察船曾經航經澳洲埃克斯茅斯的 Herald E. Holt海軍通訊站附近 澳洲國防部長達頓對此也表示 我認為這是一種侵略行為 因為這艘軍事船艦刻意來到近南方的位置 也不斷接近我方西岸的軍事情報設施 對於澳洲大選在職 達頓質疑中共軍事船艦 選在這個特殊的時間點靠近 想必大有原因 據報導中共軍方近期在太平洋動作頻頻 除了將會與澳洲鄰國所羅門群島 簽署安全合作協議 近期又再傳出 將會與所羅門群島簽署藍色經濟備忘錄 這個很可能會讓中共軍隊 在南太平洋得到實惠 而中共政府在太平洋擴張影響力的野心 讓原本就已經降至冰點的澳洲關係更加緊張 5月12日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發布最新報告指出 目前全球難民的規模再創紀錄 截至2021年底 全球有超過8,200萬人流離失所 這份名為《全球逃離宗教逼害難民概覽》報告中 在關於中國的部分說 近年來由於中共政府的迫害加劇 很多宗教團體成員被逼逃離中國 中共政府還對很多已經在海外 尋求庇護的宗教少數群體進行跨國鎮壓 報告中提到 中共政府利用其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力 向外國政府施壓 迫使外國政府將中國難民強行遣送回中國 此外中共還會採取各種非自願遣返的方式 迫使受害者回國 一旦受害人回國 將會面臨更加嚴重的迫害 該報告中還列舉了中共政府採用的手段 包括威脅受害人的國內家人 派遣特工到國外對逃難者進行恐嚇、脅迫、遊說 甚至綁架 中共也用這種策略 來壓制宗教自由和人權活動人士的海外活動 此外中共政府向一些國家施壓 利用其跨國影響力 迫害逃往鄰國、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宗教群體 包括藏傳佛教徒、法輪功學員、基督徒等 對此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說 中共對逃離中國、身在海外的宗教少數群體 進行跨國鎮壓 是世界上最複雜、最全球化和最全面的鎮壓運動 與此同時 5月13日正值《世界法輪大法日》之際 世界多國各界人士都紛紛表示 對法輪功團體的支持 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此班名夫 借此機會也向法輪功學員表示 所有的信仰都不應該受到打壓 每個人都可以在自由的環境下選擇信仰 但在中國不論是法輪功學員 還是其他宗教都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此班名夫指出 在這麼多年來 世界看到了法輪功學員不害怕獨裁政府 法輪功學員創辦的媒體 向很多民眾傳達很多真相作用巨大 這樣對全球民主化和世界人權 帶來莫大的貢獻 觀眾朋友 正當越來越多的人走入法輪功修煉的時候 中共黨魁江澤民 見到一本轉法輪 就能夠令接近一億人敬佩 就到火中燒 覺得怎麼能夠容忍呢? 1999年7月19日 江澤民下達鎮壓命令 宣稱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 不過三個月之後 法輪功學員並沒有在高壓底下屈服 一浪接一浪的法輪功學員挺身而出 為維護他們的信仰而抗爭 他們向西人講述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 到現在已經接近23年 而代價呢 是慘烈的 在江澤民對法輪功 名義上搞臭 經濟上截斷 肉體上消滅 打死算自殺 不查身世就地火化的口傳物令下 法輪功受到史無前例的群體滅絕性迫害 更慘無人道的是 對法輪功學員實施的活體摘除器官 反賣的罪行 經中國問題專家葛特曼的獨立調查 估計在2000年至2008年 北京奧運期間 有65,000名法輪功學員 因被強摘器官而死亡 總部在美國的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經過十多年的持續調查後發現 活摘器官惡行 目前仍然在大陸繼續 並且已成為國策 公開數據顯示 法輪功學員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 目前有4,793人 被中共綁架騷擾的 但是今年3月至4月 就有767人 被非法判刑的 但是4月就有57人 由於中共嚴密的資訊封控 真正的數字還不止是這些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在2020年發表聲明 賦予中共停止迫害時說 太長久的迫害 這是邪惡的踐踏和虐待 明慧網每天都有報道 大陸的法輪功學員 風雨無阻 時時刻刻 都冒著被捕 被殺的風險 用他們自己被迫害的經歷 向民眾講述中共的倒行逆施 令大家看清楚中共 擺脫中共 在國際上 全球各國的法輪功學員 同心協力 向各自國家的政府 官員 和人權組織 揭露中共的暴行 23年來從未間斷 他們的反迫害 就是為了停止迫害 2015年5月以來 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 發起了控告江澤民的大潮 目前已經有20多萬的 法輪功修煉者和家人 要求最高檢察院 向最高法院 對江澤民提出公開訴訟 將這個頭號惡人 承之以法 法輪功學員控訴江澤民 不僅是作為受害者 討回公道 還為了康復社會正義 維護所有做好人的權利 在國際上 越來越多的人 都聲援法輪功學員的 反迫害行動 截至4月 控告江澤民的全球聯署徵簽 已經有37個國家 392萬人 法輪功學員 前赴後繼的抗爭行動 也為世人 展現了修煉者的慈悲和勇氣 在大陸 也有越來越多的人 外面打手印 支持法輪功 人權律師 不畏強權 為法輪功伸張正義 正義的力量已經崛起 與大陸 君主 不畏強 陷害 我們 補充 主 為了 同 不 對 資訊 不 就 不 不 勇氣 拖 變 你 不 為了 不 明镜与点点栏目